王赫帝最新时尚杂志大片释出 正式开启预售 这是王赫帝首等五大女刊封面 本次封面的主题是《花火喝碎》大片 因此,大部分照片中都有花火的元素 封面上的王赫帝身穿格纹套装 内搭白色衬衫,大株领带 一身文质彬彬的装扮 她的造型十分狂野 头发染成了近似火焰的颜色 小张的翘起 她的脸上戴住黑色的墨镜 四周是正在燃烧的心 她站在烈火中心 给人一种霹靡天下的感觉 在这次的杂志拍摄中 王赫帝大修好身材 直接真空上阵 照片中,王赫帝举住点燃的烟火 站在正中间 她的上身穿住一件衬衫 但是却没有系上扣子 就这样 她的腹肌清晰又显眼地占据住画面的中心 除了展现自己棱角分明的腹肌之外 她还在一组黑白照片中 大小公二投机 她抬起自己的手臂放在下额处 她的手臂上肌肉明显 看起来充满了力量感 藏在手臂间的她的双眼 迸发出极具侵略性的光 看上去野心十足 一张张精修的杂志照片中 是被滤镜覆盖的身材 而杂志方发布的花絮影片中 就是原汁原味的真实了 影片中的王赫帝没有了滤镜 打光等的衬托 她的腹肌也变了 只见原本紧致的肌肉松垮了不少 甚至能看到明显的小肚子 看到这真实不做作的身材 网友直接毫不留情地质问 这个肚子到底有什么漏的必要 还有人指胡拉眼镜 称甚至还有肥胖纹 那肚子上的两条横是不是啊 本来杂志大片备受赞赏 现在沿途直出 嘲讽声扑面而来 值得一提的是 王赫帝首等五大女刊封面 受到了粉丝无条件的大力支持 杂志预售才三小时 销量就突破了18瓦 不算邮费 杂志的销售额就已经突破700万了 为了庆祝这个好消息 王赫帝的粉丝还特意制作了细报 细报中直白写助 开手秒切10瓦加 2.5小时销售超17瓦加 销售额超680瓦加 还特意标注了 打破该品牌杂志创刊以来记录 荣登该品牌杂志销售额TOP1 王赫帝粉丝的这番大动作 不仅引来了大众的侧目 也引来了网友的善意提醒 有网友感慨 王赫帝的粉丝是真不怕啊 并且晒出了几张 王赫帝大粉晒单的照片 王赫帝的大粉前后晒了两拨订单 一波39600元 一波10945元 之后还有粉丝喊话称 打单基本上都下完了 但是距离我们目标还差得远 现在除了加码别屋选择 言下之意 是喊话粉丝继续买 也强调了时间的紧迫性 呈只剩两个半小时 这种拨单 拨油是喊圈和秀圈常用的重销量方式 但是大粉跑路或持回扣的现象也不少 在已经勤朗的当下 依旧有这种行为大行其道 更何况杂志每本40元 群组收款单价却是40亿元 难免让人觉得其中大有文章 这种大粉丝催客金 可能是为了持回扣的现象 难免引发争议 流量小声的粉丝都喜欢拿数据说话 偶像也有责任呼吁粉丝理性消费 尤其是这种有助集资意味的平单行为 更应该被制止 毕竟等真的出事了就完了 更何况这也不是王赫蒂的粉丝第一次卷入这类事件中了 早在今年年初 有人爆料王赫蒂的某个战检 从其他圈子赚了超过80万 准备跑路 讯息一出 立刻引发热议 随后 进一步的细节曝光 有网友称该战检是王赫蒂的5万大粉 在光与夜之链全钱超过80万 受骗者随他出货 他则表示自己出差 在忙其他的事情 有时间马上出货 让受骗者没有想到 随其出货三个月 他还是以这种忌口不予出货 最终 受害者意识到事情不对 便开始集体维护自己的权益 在这种情况下 这位战姐钱粹百烂 讯息永远之后回复 后来受害者拔出 这位战姐所谓在忙 就是拿骗来的钱开站子 跟形成 卖王赫蒂的航班讯息 私下倒卖王赫蒂的签名 除此之外 他还在微博上疯狂购买王赫蒂同款 支持他代言 就这样摇身一变 成为他的大粉 想受住其他粉丝的追捧 在这种情况下 受骗者只能选择警报处理 战姐的父母得到此消息之后 便出面解决此事 表示只赔十万元 此讯息爆出以后 瞬间引起王游的热议 可随助事件的持续发酵 王赫蒂及其工作室并未回应 对于这位战姐的行为 不少网游表示粉随郑主 什么样的偶像 就会有什么样的粉丝 加上战姐也把钱花在王赫蒂身上了 所以他也脱不了前夕 而且战姐是明星偶像 因缘战的组织管理者 他们通常拿住高级相机拍明星 之后又把相关的产品卖出去 可以说是职业粉丝 战姐牟利挺高的 甚至有的可以赚成百万上千万 之前 那个你是我唯一的子子很出圈 一个狠糊的艺人丁泽人 他的战姐都为他花费三百万 收入可笑而知 不出名的明星尚且如此 那些知名艺人战姐的收入不言而喻 当时王赫蒂因此事 受到了吐槽 一些网友直呼 粉丝行为 偶像买单 劝王赫蒂出面发声 可王赫蒂的粉丝则认为 谁骗的钱找谁 与争主无关 随后 收骗者喊话王赫蒂的粉丝 怎么这个时候 跟王赫蒂没关系了 战姐拿住光业玩家的钱 买他的代言 充杂志销量的时候 你们哥哥没受益吗 花住别人的钱追王赫蒂 动辄几千 上万转发 带给他热度的时候 你们就不说话了 也正如这位网友所说 王赫蒂的新杂志刚发行 这位战姐就买了12本 王赫蒂发售鞋子 这位战姐毫不犹豫就买了 虽然鞋子是上千元 但是也支持了王赫蒂 除此意外 只要王赫蒂有心代言 这位战姐毫不犹豫 第一时间抢购 并在粉丝群中晒出购买记录 迎来其他粉丝的支持 另外 王赫蒂自制潮牌刚开售时 也被骂吃相难看 据王赫蒂表示 他的潮牌筹备了整整三年 邀请了专业大咖参与设计 但就算如此大费周章 采取各种行销手段宣传 没想到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王赫蒂潮牌开卖当天 以筹签的方式购买 每款有500个名额 根据统计低轮筹结束后 大概有3万人参与 粉丝们使劲宣传 信心满满冲下一波销量 没想到实际销售的结果 却让人大跌眼镜 单件位一平均只卖出100多单 最高卖出200多单 还有的钱粹一单位出 也就是说 全部单品加起来 总共才500单左右销量 比起高调的宣传来看 这结果实在不尽人意 销量少可以拿限购和筹签万尊 可在王赫蒂的超话内 很多得到了筹签资格的人 纷纷发文转让 超话几乎全被转让贴淹没 有粉丝崩溃脱粉 称如果一件卫衣价格在400亿下 身为粉丝还是可以支持支持 但一件贴标卫衣就卖800 实在无法承担 粉丝的命也是命 796元的卫衣 366元的帽子 1000多的鞋子 本身来看 潮牌单品原本没有太强烈的设计感 还每期名曰每件限购500 不过 粉丝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支持一下夜行 可就拿卫衣来说 基本都是纯色 没有太强烈的个人风格 纯粹只是在基本款上加个logo 就成为了所谓的潮牌设计 甚至一些网友留言 认为品质比不上某宝几十块买来的 销量太少 最后还得靠官博万尊 用重新抽签来演示卖差的结果 这可绝对不能拿粉丝拉跨来说事 其实 关于明星割韭菜的事情 这两年越来越多了 例如前不久 陆涵卖1500的衣服 被某部落客爆出 成本只有60块 到处都是线头 品质堪忧 以及欧阳娜娜卖的玉袍 大约要1000左右 但是也被爆出成本很低 所以他也被吐槽了 因此 由于搞假卖自己的品牌服饰 王赫帝被吐槽翻车 总之 欧像应该正确引导粉丝 不论是王赫帝翻车 还是占戒圈前 都挺一言难尽的 希望公众人物还是要以身作则 既然是演员 就应当演戏为主 王赫割韭菜的行为不可取 我以为不可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